Hello 大家好 我是老油条 游轮的游 首先很多开心 很感谢大家一直的陪伴和支持 我这个频道已经有一万订阅了 其实比起很多频道 一万订阅其实不是很大的数字 我也很明白 但对于小弟来说 有一万人愿意订阅我 听我说游轮 其实已经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最重要是这个时候 是一个母船可以出发的时候 但其实也不是说没有船可以出发的 其实有95%的船 都是坐于全球停航的阶段 所以说我真的很珍惜和大家坐在一起 可以聊聊游轮 分析一下游轮 回想一下当年也挺过瘾的 而另外同时我的频道 也突破了一百万观看次数 这个我也非常开心 不过计算一条数 一万个订阅一百万次观看 意思是说 大概有七成的观众 是收睇了我的频道 但没有订阅的 所以未订阅的 我会更加努力做多一些 令大家有兴趣的话题 但另外 为了已经订阅了的大家 就是因为我不想和大家失联 所以我多开了一个YouTube频道 其实这个原因就是 最近我看YouTube的时候 我发现有很多YouTube的创作者 都被人道号的 其实大概的流程就是 别人会发一个电邮给我们 我们只要不小心按进去 他们就可以遮掩了我们的电邮币 和YouTube币 然后他们就会发很多不良的影片 然后让频道被封号 虽然我个人来说 我不是太明白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 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我又不是一个IT人 我只是一个无业邮文 但我觉得做人 应该是最好的准备和最坏的打算 所以我决定做多一个YouTube频道 叫做《老油条讲邮论》 交替地两边都会出片 以防一个币被人调查的时候 我依然可以继续和大家联络 当然啦 有机会我也会做其他的社交媒 可以让大家有更进一步的紧密的联络 大家记得帮衬一下 帮帮忙订阅我这个《老油条讲邮论》的频道 以免大家以后有什么机会失联 那就不好 而另外有观众曾经问过我 会不会做一万订阅的Q&A 其实我自己本身不算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其实我又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想让大家知道 我也不知道大家想知道什么 如果大家有兴趣觉得的话 我是可以做的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就记得在评论区留言写下 我会集齐所有问题 然后一次过回答大家 但如果留言和评论 不太烈烈的情况下 大家没有兴趣我又可以不做 也没什么问题 今天就说了这么多 关于我们频道的发展方向 今天就想和大家再去回报一下 最近邮轮的消息 可以说得来说 这已经算是邮轮最值得期待的好消息 CDC在2021年4月28日 发了一封信到各大邮轮的业界 就说 邮轮业有机会在7月中 在美国的海域重启 这封信对于邮轮来说 真是十分震撼的消息 十分感动 今天就让我们来研究一下 看看CDC加了什么框架协议 在这个重启方案里 让邮轮可以更快一步重启 在这封信的开始 CDC首先表明立场 我们明白到邮轮永远 不会是一个零风险的活动 有限度的重启框架协议 是会分阶段进行的 去降低邮轮和跨港口的社区病毒传播 邮轮有机会大概在7月中 就在美国海域重启 对于邮轮公司的速度 同时也要遵守 有限度的重启框架协议 CDC十分期待和邮轮业合作 并请邮轮公司尽快配合 提交港口合作方案 和让邮轮可以顺利在7月中 在美国重启 今次对于邮轮业的要求 CDC将五个重点列出来 第一个重点就是要求 98%的员工必须接种疫苗 而另外95%的游客 也必须要接种疫苗 如果接受这一点 邮轮公司可以直接跳过无耳试行 直接开始营运 这一点我相信大家 都已经可以接受到 因为我在评论区 看大家的评论时 都发觉大部分 华裔的游客 会接受到打完疫苗 才再上船 当然我绝对相信 会有反对疫苗的观众 所以今次CDC提出 95%的接种率 真的有想过 也不是胡说 之前Norwegian CEO Frank Del Rio 曾提出过 100%接种疫苗的时候 这个方法 其实有少少机会 得罪某一种人群 因为在我认识的朋友里面 有几个已经决定 他们不会接种疫苗 但是如果不接种疫苗 就不容许上船 这个始终在道理上 有少少说不通 特别现在这个情况 在美国有某些州的州长 已经公开表明说话 任何公司 都不能要求客人 去出示疫苗护照 才作出服务 因为人是有资格 去选择自己 接种疫苗与否 但是公司 也不能有 带有歧视的选择规矩 游轮在美国出发 当然 在公海出发后 就不一定要跟随美国的法律 但是游轮始终 都会在美国码头上船 去上客 始终都要接受当地的法规 所以95%的接种率 真是一个很聪明的一招 总而言之 就不是100% 不打疫苗的游客 依然是可以上船的 但是呢 就看看有没有位置 可以给你上船 如果按照之前一直说的 50%的载客量 原本一艘船可以载到4,000人 现在只会撞到2,000人 然后2,000人内 就会有1,900人 已经接种疫苗 而另外剩下100人 还未接种疫苗 当然 未成年的人士 也未可能接种疫苗 这样的情况下 那5% 也很可能是给一些未成年的人士 第二点就是 如果邮轮公司 决定不使用刚才的第一点的话 不强制接种疫苗的情况下 他们依然是可以营运的 不过就要通过无意试行阶段 好消息的就是 CDC 会在5天内 审查和答复邮轮公司 大家注意 在5天内 审查和答复 比起之前4月头 曾经CDC说过的 就是说 这个审查和回复的手续 是需要60天的 今次组组了55天 所以说大家从1点开始看到 CDC 其实对于邮轮重启来说 都比较有诚意 其实大家都试过 在政府部门申请也好 或者做什么也好 都哪有试过5天可以回复你 今次还要说 审核当然是整只船 这么大的船 CDC其实也挺划算的 第三点 就是当邮轮公司真正开始营运的时候 CDC是会继续更新 对于邮轮游客 和员工的所有检测 和隔离的细节要求 例如说 已经接种了的邮轮 可以不做PCR测试 只是需要做一个普通的快速抗原测试 就可以了 这部分的问题应该是不大的 我相信 只要CDC肯给邮轮公司重启的话 就算做哪种形式的测试 任何的检测 都可以有能力去执行的 第四点 CDC也将之前要求邮轮公司的单一港口协议 改变成为多港口协议 只要有当地的港口和地方的当局 联名去签署 就可以了 这部分的修订 真的会帮邮轮公司 重启的速度增加不少 毕竟如果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港口 每一个机构都要去审核 的确是需要十分长的时间 但这次一次过就可以了 怎样也比做这么多次 第五点就是针对游客旁边的部分 这一点其实也算挺厉害的 因为CDC定了这个规矩后 反而对于上船的游客 最少是美国当地的游轮客 就会挽回了一点点信心 这个规矩就是 如果有客人上船 接触过COVID-19的确诊者 另外一些游客 在美国码头当地附近住的居民 他们其实可以开车回家做隔离 而如果要坐飞机或坐游轮 进入美国各境的游客 很大机会就需要去住隔离的酒店 其实这部分也是好的 至少大家也很清楚 很明白到 不会有Diamond Princess 上船困在那十几天 这些情况发生 所以对于美国当地的客人 就会多了一个强心针 刚刚我提过 在封信的开始 CDC也说过 游轮并不会是零风险的旅游方式 意思就是和我之前说的一样 就算无论是95%接种率也好 100%接种率也好 以后上游轮的确诊事件 是不会没有的 应该重点是放在于如何去防范 以及当有确诊事件发生的时候 如何去善后和处理 今次看到CDC的让步和新规定 我终于相信他们是有信心和有兴趣 去和游轮业合作去工作 确实这个世界没有100%没问题 就算开车、坐飞机、甚至去餐厅吃饭 这些都会有机会去有病毒传播 或者有危险 疫苗只不过是减少患病的机会 以及当患病的时候 是减少病重的机会 我个人一直尊重每个人的意见 无论是疫苗派或是反疫苗派 大家应该有自己的选择和权利 不过有一班人就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了 就是说着印度的员工 World Caribbean在欧洲和加纳比海最早就会在五月开始重启 大家都知道 很大部分的员工都是在印度过来的 在几日前 World Caribbean暂时决定取消印度员工翻船工作的机会 不单单单是印度员工 就算是住在印度其他国籍的员工 一样都是取消的 早前有300个员工准备上Anthem of the Sea工作 但现在只能回家等消息 没办法吧 印度暂时的情况真的挺尴尬 挺令人头痛的 好了,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记得订阅我这个《老油条》《港邮轮》的新频道 多谢大家支持 下次见,拜拜